其他的部分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请各位待会开启,最后一题 计算年龄与V如函数查询时数 年龄我们之前做过,用Dedif,这个我就不再练习,这个给各位练习 然后主要是这一个,切到开课期别 开课期别的话,我们要查出哪一天是结束日期 你想说结束日期,它只提供我们一个所谓的颁别代号 颁别代号特别漂亮 这个颁别代号你可以切到开课颁别这边来看 也就是它的开课颁别是C04 然后呢,它的颁别名称叫做网页制作班 那其实最关键是我要查出它的时数 30个小时 也就是说呢,它的结束日期30小时,特别注意哦 但是有些规则没讲到 就是每一个礼拜三个小时 也就是说特别注意哦 我等于是知道30的话,必须除以3 等于是总共会有10周 一个礼拜哦,一个礼拜就三个小时哦 三学分的课程哦,OK哦 那这样的话呢,请问一下哪一天是结束日期 OK,那当然我们第一个,我们需要怎么做 其实按照步骤来做 第一个我需要利用这一个去查什么 查这个表 查到之后怎么样 再把这个表里面的123 第三栏就是要带过来 我就知道30个小时 那30小时呢 我的规则是一个礼拜上3个小时 所以我要除以3 对哦 那除以3之后的话呢 还有一个问题 总共就是10周嘛 那10周的话呢 一个礼拜有7天 所以变成要带什么 乘以7 对,那当然算出来就70天 不过问题来了,70天之后吗 当然不是啊 因为呢,你开课这一天 已经算第一周了 那你不能把第一周也加进来 所以必须要减掉一周 也就只有9周而已哦 OK 所以这要怎么做 那第一个你可以啊 第一个按步就按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逻辑 可能不止一个逻辑 那我们大部分做法是第一个 我要先把30个小时这些先查过来 所以我怎么做呢 一,查乱数 诶,刚刚不是用过啊 可以用什么啊 用那个解释语参照里面的乱乱数 你会发现太多地方都乱乱数啦 按确定 然后呢 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哎,你要查什么 Rugabell 我要查代号 去哪边查 帮我在开课颁别里面哦 不包含栏文名称的底下这些资料 就是这个表啦 帮我查查看 第三个问题是 那你希望呢 这个表里面的第一栏 一定是查第一栏 那你要把第几栏的资料带回来 一,二,三 我要第三 那个课程的时数 所以是三 哦,输入三 那如果找不到怎么办 找不到就不要 那一定要找一样的 输入零 好 这时候你会发现哦 当然你可以预览一下 查完之后啦 它会三十 告诉你哦 就是 这个班级它三十个小时 不过你会发现 结束期怎么变这样 因为我把它按右键哦 除了 可是它这个预设好像是日期啦 所以我把它改回来通用好了 哎,三十 好 可是三十不是我要的啊 必须怎么样 再除以多少 除以三 对哦,除以三 那除以三之后的话呢 Enter 十周 可是十周不对啊 我第一周应该扣掉嘛 所以怎么样 把这个十周怎么样 再把他怎么样 减一 对不对 所以减的话 减一应该 减一的话应该不用刮五啦 反正就是 因为他是做完前面吧 先乘除 然后加减 减一 OK 九周 那九周问题之后的话呢 我九周必须怎么样 这个要刮五了 减完之后要刮五 因为九周但是我不是要几周啊 我要几天喔 老师那怎么4042 我讲过啦 他这个是距离1900年1月1号几天嘛 那我如果要把他换回来很简单嘛 我可以怎么 我可以拿这个格式来改 这个复制他的格式贴过来 不可能他底色改 不可能我会按右键 除成格式 我拿他的这个 他的置地里面的东西拿来 按确定 复制他里面的置地 然后呢 把他拿他的置地 拿到这边来之后的置地 贴他的 那就会长得跟他一样 向下填满 不对 为什么 因为可能还注意什么 锁定的问题 找这个不用锁 这边 这个表一定要锁 这个表的话呢 因为如果你锁的话 那向下 他变成就一直要向下跑 所以 这边就变成说 你的A2 2部分锁起来 然后C15的15锁起来 当然我跟各位讲过啦 如果你用定义名称的话 就不用锁了 OK 只是说你要先做一个定义名称的动作 然后打勾 然后呢 向下填满 OK 全部就查完了 OK 所以如果有些像行政业务工作 就是不用V轮函数 很多事情你真的是很难快速的把它做完 那这些东西其实在工作里面还蛮常出现的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那特别之后我分几个步骤 那特别之后我分几个步骤 一用那个V轮函数先查什么 查哪一周 哪一个代号它的时数 第二个呢 在除以3 除以3意思说 它的一个礼拜有3个小时 然后再减掉第一周乘上7 最后在前面加上开课日期那一天开始 那就是到节日日期了 OK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吧 OK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好 OK 计算年 我们主要是查询时数的部分 OK